元旦前后,位于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交界地带的吉林魂春迎来俄罗斯游客入境高峰,截止1月3号,已有6000多名游客涌入这座边境小城,庆祝新年。 吉林魂春与俄罗斯远东城市交通便利,乘车一天就可往返,且这里物价较俄罗斯偏低,对俄罗斯游客优惠政策也比较多。 这些原因最终促使魂春成为远东地区俄罗斯人的首选独家地。 魂春口岸是吉林省唯一对俄公路口岸,元旦前后,大批的俄罗斯游客在这里通关,他们多数是和家人朋友参加旅行团,有些人已有多次来这里过新年的经历。 在魂春某宾馆,数百名俄罗斯游客包下一个大厅,聚在一起庆祝新年,来自俄罗斯斯拉夫·杨卡的罗曼和纳塔亚在魂春过新年已有四年。 魂春当地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中国的饮食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对俄罗斯游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饮食方面呢,我们的中国的饮食更丰富,最喜欢吃的就是锅包肉啊,第三鲜啊,炸的,还有这个酸甜了。 并且的价格来说,相对于俄罗斯的餐厅还要低廉一些,特别是魂春的近些年来,咱们的一些旅游配套设施,宾馆啊,餐饮啊,还有一些旅游的相关设施做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所以说俄罗斯人到这过新年呢,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 来自魂春口岸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口岸通关人数首次突破4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为此,魂春也正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城市承载能力。 按照打造、延边开放型中等城市的要求,抓好我们城市建设。 那么尤其是抓好我们魂春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我们城市的承展能力。 按照50万到100万人口的这种要求,把魂春的城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